敢在微信上这么称呼你的男人是真的对你动了心思 一个对你动了心思的男人肯定会对你有一些暗示 或比较直接的就告诉你他喜欢上你了 在和你聊天的时候肯定会对你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称呼 虽然是简单的称呼却很能代表你在男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敢在微信上这么称呼你的男人是真的对你动了心思 1.亲爱的 一个男人敢在微信上称呼你为亲爱的 那他真的是喜欢上你了 对你动了他的心思 你对他有情有义 他才会主动喊你亲爱的 他绝不会喊一个一点也不感兴趣的女人叫亲爱的 2.老婆 一个男人敢在微信上称呼你为老婆 即使你没有答应他 但他总是坚持要这么称呼你 说明他对你动了心思 看上你了 即使你暂且还没有答应他 他也有信心把你拿下 3.媳妇 一个男人敢在微信上称呼你为媳妇 他真是对你动了心思 想和你相爱一辈子 想和你做一对恩恩爱爱的夫妻 他真的希望和你做最幸福的爱人 4.宝贝 一个男人敢在微信上称呼你为宝贝 是真的对你动了心思 他想宠着你 爱着你 疼着你 他想把你捧在手里来疼 想把你含在嘴里来疼 他想用自己的柔情温暖你的心 5.猪猪 一个男人敢在微信上称呼你为猪猪 是真的对你动了心思 才会喜欢给你起这么可爱的外号 代表了对你的喜欢 代表了你的宇宙不同 代表了他对你的无限的爱 6.大笨蛋 一个男人敢在微信上称呼你为大笨蛋 是真的对你动了心思 对你动了情 特别特别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真的笨 而是因为他想疼着你 才会称你为大笨蛋 一个男人要是真对你动了心思 总会找你聊天 和你聊个没完没了 还总会表达他对你的情感 会逗你开心 喜欢和你看玩笑 喜欢亲密地称呼你 把你看作自己的女人